一,人类的起源在几百万年前,地球还处于冰川季,亚欧大陆北部被大量冰川覆盖,亚欧地区的气候十分寒冷,而非洲却是温和湿润的,这里森林覆盖念激广,适合原类和早期人类的生活,最古年代的古人类化石,都在非洲出土,说明在冰河期,非洲热带与林气候最温和,这是灵长类动物大发展的理想家园,也是人类祖先与大猩猩分道扬镳,成为两个物种的地理, 一千五百万年前的非洲,从西到东覆盖着茂密的森林,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灵长类动物,其中包括很多种类的猴子和古猿,可是在随后的几百万年里,那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致使生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当时,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红海,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和桑尼亚一线略开,结果,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像起泡那样的上升, 形成了东非高原,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地貌,也改变了非洲的气候,它阻碍了湿润气流向东非的深入,让东非变得干旱,东非逐渐从森林变成了草原,大约在一千二百万年前,东非大裂谷完全形成,东非大裂谷的形成阻碍了非洲的动物群交流,在非洲西部,仍然是热带雨林为主,这里水果等食物丰富, 在这里生活着的原类养尊处优,根本不用为生存担忧,因此它们长期生活在森林里,成为如今的星星等,而大裂谷的东岸呢,由于分离不断退化,草原不断出现,这里的原类的活动空间逐渐从森林转向了草地,为了在草原世上生存,它们不得不和大型的动物抗争, 因此前支开始用来捡石头,前后支开始分工,直立行走的早期人类就出现了,东非草原人类的进化直立人,二百五十万年前,二十万年前,人类的进化可以分为直立人,智人和新人三个阶段,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年前,非洲的南方古园开始向人类进化,这些早期人类被称作能人或者直立人,直立人已经学会了制造工具,用火,制造工具使得人类手变得更加灵活, 加速了大脑的进化,同时人类也开始拥有了改变大自然的能力了,尽管这种能力非常的微弱,而使用火,不仅确保了人类在对付其他动物时候有了好的武器,而且让人类可以吃到熟食,熟食可以大大提高反白质的吸收,加速人类大脑和身体的进化,可以说使用火是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,约一百万年前,冰河时期来临,而非洲草原的竞争开始激烈起来,部分直立人不得不开始迁徙, 像世界各地获章,在欧亚非洲有分布海德堡人,挂袜猿人,原谋人,北京猿人都属于直立人,在非洲发现的距今最近的直立人化时,大约一百万年前已经表现出向着制人发展的趋势,注意,此时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,约八十万年前,直立人来到如今的西班牙地区,成为最早的欧洲人,约二十万年前,欧亚非的直立人逐渐消失, 被来自非洲的新品种人类制人取代,直立人时期的社会还是从人类过渡而来的,和人类社会保持着许多相似的地方,原始行为主要的社会团体,实行族内婚姻,早期制人二十五万年前,三万年前,大约在距今二十五万年前,非洲的一只直立人净化为制人,他们的脑容量达到了一千三百五十毫升, 该时期的人类已经学会制造人篝火,例如钻木取火,在中国古代有岁人士发明钻木取火的传说,在西方古国,流传着普罗米修斯把国种传播到人间的传说,人类能够掌握火,表面人类改造生存条件的能力更强了,在社会上,早期制人已进入早期母亲氏族社会,已从族内婚发展到族外婚,集一氏族的成年男子集体与另一氏族的成年女子结婚,大约二十万年前, 早期制人开始走出非洲,他们到达了亚欧各地地区,在中国出土的有大利人,马罢人,冰村人,许家瑶人,欧洲有尼安德特人,当然也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,是早期到达欧洲的直立人海德堡人进化而来,两种人类在亚欧大陆相互竞争,直立人组建被早期制人所取代,人类进化图晚期制人新人五万年前,现在大约在在迄今五万年前,非洲的一只股人类进化为晚期制人所取代,人类进化图晚期制人新人五万年前,现在大约在在迄今五万年前,非洲的一只 晚期制人,他们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一千四百毫升,在形体上已经和今天没有多少的差别,也被称为新人,新人制造工具的能力更强,更加灵活,因此也更加适应环境变化,大约在六万年前,冰河期到来,以前到达亚欧地区的古人类大规模灭亡,那些古老的人类,只有少数还保留在东南亚和澳洲,非洲地区,冰川季结束后,晚期制人向世界各地迁起,成为如今绝大部分, 人类的祖先,正是人类第三次走出非洲,晚期人类的遗址代表有欧洲的克罗马农人,中国的山顶洞人,棕色人种的迁徙这里所说的人类的迁徙,主要是晚期制人在全世界的迁徙,人类迁徙图十万年前,棕色人种走出非洲,五万年前到达东南亚,大约在四万年后,他们分泛在整个东亚,南亚,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,后来是由于黄种人的到来,将他们挤出了大陆地区, 棕色人种只能逃到高山地区,或者非常寒冷的地区,还有待在澳洲,历史上,印度河流文明曾经是他们创造,不过在公元前1500年被白种的亚利安人入侵而灭亡,大量棕色人称为奴隶,还有的逃到印度南部的森林里,至今印度还有这类人,印度南部的安达曼人棕色基因达100%, 日本北海道古代地区曾经的阿农人就是棕色人,后来被日本同化,如今日本人的棕色基因占34%,在中国西门地区,頤族,藏族均有较高的棕色基因成分,棕色人种被取代的过程, 东亚大陆各民族人迁徙5万年年前,白色人种从黄白人群中分离出去,而剩下的在4万年前到达东南亚地区,形成了黄中人,由于人口增加,黄种人在与棕色人的对比中占据优势,一路上取代棕色人到达的地区,大约在2.5万到3万年前,黄色人种进入大陆地区,并且分作两只,沿海之和内陆之,沿海之大在是主要以大鱼为生,因此沿着海边走, 后来他们越南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,成为越人的祖先,其中沿海的一只又从两广地区向海洋迈进,进入太平洋各个岛屿,成为南岛民族,沿海另外一只继续北上,到达黄河下游一带,形成了东尼族,以鸟为图腾,传说吃油,太号绍号是其首领,创造了山东半岛的大温口文化,有的还进入了东北地区和日本地区,被陆之长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和缅甸一带, 被称作百仆,大约在一万年冰川季结束,他们排大规模的北上,内陆之在前进过程中有分为两个大的支起,其中主要的部分沿着青藏高原边远地区,照过四川藤地可能古蜀地区的棕色园势力较强,到达陆西,成为了仙腔民族泛藏羽族,其中一只继续向东发展,占据渭河流域地区,形成了阎皇族华夏族前身, 传说炎帝,皇帝是其首领,其中皇帝族较为落后,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,炎帝族农业发达,分布在光中地区,他们创造了大地湾文化,种植小麦等汉做植物,另外一只向青藏高原挺进,与棕色人种融合形成藏族,还有一些人就待在甘肃青海一带,以放羊去木叶为生,他们就是青族,内陆之的另外大只,从云南沿着长江往下游走去, 就是南蛮族苗族和姚族祖先,南在闪谷写和苗写法一样,他们北到河南南阳,南到南岭,东到安徽,西到三峡,地域广阔,后来他们发展到了黄河流域,并且和西来的炎皇族发生冲突,南族人创造了稻作农业文化,图腾为蛇,传说女娲,福西,祝容,专须是其首领,福西女娲应欧人的迁徙应欧人的迁徙五万年前,白种人从黄白人种群中分离出去, 向中亚挺进,形成了一欧人,然后向南入金印度和波斯的维亚利安人,而向西进入欧洲的分化,为了斯拉夫人,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等,具体情况如图所示